郭文貴議員 好 那麼我們就針對這一次平均地權條例的一個修正案來做一個協商 那麼在審查會三個案三個條文都已經通過 都已經通過 那麼時代力量黨團跟民進黨黨團有提再修正動議 那我們就利用這一個對照版本來做討論 我們先看第一頁 那麼是時代力要先說明還是民進黨團這裡 好來 不然就民進黨黨團先講一下 我們有一個對照表委員會審查通過的案 院長 各位列席官員 各位委員同仁 有關於民進黨條例的修正 當然最主要是2011年的時候 時報登陸以後然後時報課稅 然後一路以來所有的法並修 那有一部分到目前為止事實上沒有處理很完整 比如第二次以及不斷登記業者 經濟業者 他們買賣衣服的問題 登記的衣服的問題 那會發生一個問題 第二次他們會認為 當中他辦理當中趕快去登記 那業主不提供的說 買賣衣服不提供的說 這個課責性到底從哪一方而來 所以要改變這個方式 也就是說 登記業者屬於買賣衣服 買賣雙方 這一部分 因為這個團體上面 他們對這個 博有願言 博有願言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提出 有關於這個平均地權條例修正 當然 主要是地權室以及不動場經濟業者 那問題我們願意解決 以上 好 謝謝 來 請郭昌兄 今天在處理啊 平均地權條例的修正 它事實上啊 的範圍 絕對不是只有啊 免除地震室登載責任 這麼單純而已 安居三策 是蔡英文總統 在2016年選舉的時候 重要的政策 推動 完成 實價登陸2.0 讓年輕人 有透明的市場資訊 可以說是台灣居住正義 非常重要的一步 甚至目前 擔任行政院院長的蘇貞昌先生 我們去年在競選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針對 要配合中央 完成推動實價登陸2.0的立法 也做了清楚具體的承諾 實在力量黨團 我們從去年 行政院推出了版本以後 就非常關注 因為這攸關 年輕人 的未來 我們願意全力支持 行政院 所提出來的 有關於實價登陸2.0的三部法律 裡面的核心內容包括了實價登陸 門牌揭露 包括了預售屋即時登載 包括了政府查核權入法 最後一個 才是免除地震市的登載責任 去年 我們不斷地呼籲 趕快排審 趕快完成實價登陸2.0 這個重要的改革 但是 去年行政院版出來了以後 一直都沒有排進議程 那似乎 可能要因應選舉 也有各方的壓力 選舉以後再處理 結果到這個會期 我們賀蘭發現 執政黨 內政委員會的招委張宏露 在排這麼重要的改革法案的時候 執政黨自己的招委 竟然不排行政院的法案 排自己的版本 他自己有對案 有版本 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 執政黨的招委 在排法案的時候 只提自己的版本 行政院的版本 竟然沒有排案並審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實價登陸2.0 四個核心的訴求 三個 不願意推動嗎 三個 不願意拿到檯面上來面對嗎 結果執政黨立委自己 指排他自己的版本 剩下實價登陸0.5 我們跟 長期關心在推動 這個議題 也在兩次大選以前 分別像總統候選人 跟直轄市市長候選人 取得承諾的公民團體 我們一起跳出來質疑 請問行政院立場還一樣嗎 有沒有改變 大家會提出這樣子的狐疑 不是空穴來風 因為今年2月的時候 媒體披露 建商財團大反彈 不願意接受實價登陸2.0 那是因為受到建商財團的壓力嗎 我在委員會 希望得到答案 結果內政部部長一直跟我說 行政院的案沒有撤 只是沒有牌 那沒有牌是招委的責任 跟行政院一點關係也沒有 但是大家都在等的一個 最核心關鍵的問題是 請問行政院 對你們自己推動的實價登陸2.0 政策立場有沒有改變 有沒有轉彎 那如果沒有改變 沒有轉彎的話 時代力量也不敢略人之美 今天我們所推出的再修正動議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就是中和行政院版實價登陸2.0 原資原位 我們全部寫進去我們的再修正動議裡 包括了實價登陸門牌揭露 包括了預售屋即時登載 包括了政府查核權入法 以及 招紅路版唯一有的 免除地震市登載責任 行政院的版本 我再強調一次 時代力量不敢略人之美 我們一直沒有提出相對的草案 就是我們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但是行政院的版本 和進去 時代力量的再修正動議 我們希望 做過的政治承諾 給年輕人的許諾 居住正義的貫徹 不要從實價登陸2.0 變成實價登陸0.5 好來請曾委員 好謝謝 其實各位很清楚了 不動產買賣價格不透明 讓黃中業者有操作的空間 那真正受害者是買賣雙方 所以這個問題 也就是為什麼當時政府 要推動實價登陸的最重要原因 那第二個 我的意見第二個是 既然行政院版本 有包括要揭露門牌 包括一收屋要納進來 第三個是政府假設 這個申報的價格離譜 還有一個查核權 那為什麼行政院 還有包括 執政黨的招委 為什麼不盤 希望民進黨可以講清楚 第三點是 我要問內政部是 那國外的做法 我的理解 國外的做法 就很公開透明 你包括 門牌 一定介入到門牌 地址的相關的價格 都要介入啊 政府有查核權啊 當然國外不一定有 一收屋 每個國家不一樣 一收屋是台灣很獨特的 獨特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希望 這幾個問題 包括內政部 可以提出說明 謝謝 來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來請林委員 好 這個 當時在內政委員會 那為什麼只審查 這個張宏露委員的版本 那因為是張宏露招委他所排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有提出相關的質疑 那今天這個 已經出了委員會 到了這裡 所以程序上 因為行政院版本沒有上來 那程序上 時代力量的版本 在這個時候 要加入這樣的程序 等一下再請就教各位啦 這樣子是不是符合程序啦 還是說還要到內政委員會呢 這個我是請教大家 那我要提出一點就是 關於張宏露版本 這一次這個審查的這個其中的一個重點就是 所謂實價登陸登載不實免除地震事的責任 這個這個我也搞不懂 我們都支持實價登陸 這個我想是大家都支持了 公開透明的交易價格 只是說要揭露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大家有爭議 但是實價登陸揭露成交價格 這個是大家都支持同意的 那為什麼要免除他們的責任呢 如果登載不實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地震事喔 地震事喔 是所有買賣的過程當中喔 這實際在操作的 買方賣方喔 當然他可以自己去 申報或是 辦理相關的地震業務 但是99%都是透過地震事啦 那他所提供的資訊 都是買賣雙方提供的嘛 譬如說買賣契約書 包括他的價格 也都是買賣雙方所提供 然後由這個地震事喔 去甚至啊 其實大部分情況喔 簽約過程都是地震事在處理的 所以 那為什麼登載不實 萬一有疏失的時候 只免除地震事的責任 這個我也不是很清楚喔 等一下也一併說明一下 其實應該怎麼樣 以我們的看法是 登載不實是 有意而為的 或是造成疏失的行為人 都應該要負責啦 不管是賣方喔 你要故意要提高這個 這個實價登陸的價格 還是買方要壓低 或是要提高 如果地震事 你也參與其中 幫他們去處理 不用負責任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行為人 不管你是掩蓋事實 或是有捏造的情況 都要負責任才對 不應該免除責任 這個我們當然也要聽一聽 這個內政部的解釋 還有執政黨你們的委員版本 的意思是到底如何 謝謝 這個 他這個案子應該是這個樣子啦 因為 地震事就是一般的代書 他是受買賣雙方委託來登記 但是 這個法是處罰地震事 縱然買賣雙方提供的是假資訊 最後被查是地震事 所以現在 地震事 是被委託著 未來如果有買賣不實是 買賣雙方要負責 不是地震事 他只是幫助代理登記而已 那買賣雙方他們提供資訊是錯誤的 是要追究他們兩個 不是追究地震事 如果他們提供的資訊 地震事自己篡改 那就地震事要負責 是這樣子 那我再請教 如果說地震事 因為他實際上去登陸的是地震事去做 包括填寫資料 送稅單 都是地震事去做 如果他明知造假 然後也幫他們去登陸 買賣雙方不會自己去登陸啊 都是透過地震事去登陸的 我跟你講 院長 如果實際我了解的 都是買賣雙方的意圖 然後地震事協助 實際狀況真的都是如此 來來何委員 你說你如果要把大家都想像都是惡的那就沒辦法 不用先把大家都想說是惡人 我現在不是我補充一下 院長的說法事實上是目前 實務面上面發生的問題 那我再補充一點 如果是把這個實價登陸的責任回歸到買賣雙方 正可以解決剛剛維州委員所講的 去防止地震事它是不是偽造虛偽造假的 是不是 買賣雙方他們可以 他們可以自己去登陸 他們也可以委託地震事去登陸 那如果買賣雙方的責任是他必須要去登陸 那有一個辦法 買賣雙方的登陸價格如果不同的情況之下 那是不是反推可以去推論這個地震事或是代書 或者是仲介在這中間 有 像你講的墊高價格啦 或者是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這也是會 一個我們現在實務面上要去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是補充這個理由 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這個 我們買賣雙方的這個實價登陸的責任 所以應該要回歸正本 讓他們自己來負起責任 好來 許委員 我想我們對很多專業工作其實都是有要求的 而且是到法律這個層次的 我相信很多會計師或建築師他也是都受僱 可是我們對他還是會有一定的規範 那地震事其實 因為我買賣房子的經驗實在是非常少啦 像我們這種人 其實所有資訊誰最充分 就地震事實訊最充分 這個是實務上我的感覺 那我們要免除他的責任 回歸買賣雙方 這會不會像逃漏稅 當然逃漏稅的人本來就要負起責任 那幫他逃漏稅的 這個不需要有規範嗎 當然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是說他們會做這些事 就是說我們對這些專業工作者 我們在法律上 還是有些專業的要求跟規範 不過我這邊要提的比較重要的是說 內政部 其實我剛剛看到次長在這邊 我以為 這個花次長 來做這個位置 不是要推動時價登陸2.0的嗎 來做這個改革的 那現在反而變成時代力量 在幫行政院推他們的版本 好 對啦 我沒有說地政是這一塊 我只是覺得地政是 是不是要責任這個 其實是可以討論的啦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到底內政部的立場 跟政策是什麼 就是說你們的版本已經到行政院 到立法院 那最後排審不是你們 那行政部門沒有立場嗎 那這個 時價登陸2.0 其他這些部分 我們談的門牌揭露啦 查核權入法啦 那這些東西 難道內政部覺得不需要推嗎 那趁這個機會來做 如果只做其中四大塊裡面 比較小的這一塊 那到底內政部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也想知道 這樣子啦 大家都對內政部有一些問題 那能不能請發次 針對各個黨團的意見 來做一個說明 好 謝謝院長 我想剛剛先 針對林維州委員提到 這地政室的這個部分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 買賣方向就是 義務人嘛 就像我們報稅 如果有漏報逃漏稅 罰的一定是納稅義務人 不會去罰會計師 幫你報稅那個會計師 其他的邏輯就是這樣一個 很簡潔的一個邏輯 所以說我們朝這個方向來修 那這個部分 我想各界基本上都相當的認同 這一個方向的處理 當然剛剛大家都會提到說 行政院版 我們也提出來了 那到底我們有沒有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推 跟各位委員報告 行政院 內政部到行政院 會提出這樣的版本 當然背後是 對持家登陸這個 這個法案的修訂 是有這樣的一個期待 但是其實我們當法案出了行政院之後 我們確實也更進一步的去面對 因為在院內討論的程序 我們也都找了業界 各方都來討論 基本上那時候大家有表達 其實有正有反 但是我們大概中整大家意見 提出來了 到了出來之後 當然我們看到第一個 兩個比較大的麻煩點 一個是關於不管從查核 或者是門牌完整揭露這個事情 它的核心的爭論 你就是在於是否涉及各支 各支認定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社會上 對這個議題的了解和認知 那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有相當的人認為 門牌不設各支 但是確實有相當的比例認為 這個門牌就涉及各支 甚至會影響到說 誰家賣了房子 誰家最近是不是有現金 會不會涉及到 甚至治安等等的問題 那這樣的爭議 我們認為應該先把它處理 我們再來往前推 這個方向絕對是我們往下要繼續走 但是這個爭議都已經不是理念上的爭議 而是人民直接的心理感受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政府 站在負責任推動法案的立場 我們必須在這個爭議的內涵底下 讓進一步 這個背後當然也希望各黨團 各位委員都能夠後續能夠持續的支持是說 對於門牌 它不設各支這樣的一個論述 它必須要成為一個全民共識 否則的話 這個法案要往前走 它有相當大的抗性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 預售屋的即時登陸這個事情 本質上如果大家都了解 預售業者 預售的這個操作過程底下 你會知道說 台灣的房地產的定價 這業者的定價 其實真的有它的所謂的定價策略 那過去當然我們認為說很多業者 部分業者可能他會比較不合理開價 然後透過折價的過程 來我們講釣魚啦 等等的這樣作為 那背後反過來也就是說 市場或者是業者的定價行為 我們希望它能夠透過業者的自律 能夠慢慢的先調整到相對合理定價 讓這個預價的空間不要太大 因為否則的話 這個法案 這個一旦通過一旦開始執行 實質上它對現在的市場 會產生非常強大的衝擊 那這都是實際上 廠商、民眾、社會 會面對到的一些爭議 那所以說 站在我們推法案的立場 我們當然會 我們其實內政部不斷的跟業者溝通 我們希望 業者能夠推動合理定價的 這樣一個前提 慢慢的讓產業的運作 能夠接軌 預售屋 提前登陸 或即時登陸 這樣的一個期待 我覺得這才是 共贏的一個結果啦 否則的話 這個法案 一旦往前執行 它就是一個衝撞 那這個衝撞 到底對 對國家社會 它得到了好處 跟它產生的負面效果 誰大 誰小 我必須說 我們內政部必須要很左 而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也認為說 張宏陸 委員提出來了 至少 真正 對地政事法 這個處理 它是最沒有爭議 而且 完全符合我們的方向 所以說 現階段 我們也認同 分階段 來處理石家登陸2.0 以上 第一個就是說 時代力量所關心的這一些條次 然後相關的所有的提案 都沒有被打死喔 現在是在委員會 好 那為什麼會把這個 石家登陸責任歸屬的 這個條文先拿出來 其實也差不多 我們在這裡看得到 就是在不同的政黨之間 這個相對是共識 的範圍比較大的一部分 那 至於有關於 預售屋的石家登陸制度 跟 以門牌為單位的揭露 這個部分 在 甚至於在我們 同一個政黨的內部的共識 都還沒有形成 舉例而言 以這個 以門牌為 對象的石家登陸 像我個人 我在內部的討論中 我就很疑慮 疑慮非常的深 因為台灣到底是不是已經到了 這樣的時代說 每一個人 都願意讓我家 買賣多少錢 讓全民都知道 那以台灣這樣的一個社會 當這個資訊揭露的時候 我們民間社會 會不會有什麼 甚至於不只是說 各自揭露而已 而是會影響到 人身安全的事情會發生 那至於說 為了要打房 我們這樣做 它是不是在 房價的控制上面 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非做不可 而在於說 它同時會有其他的 疑慮的情況之下 我們非要在這個時候 推動不可 我都覺得實際還不到 好 那尤其是 如果我這個房子 買貴了 我的這個 或者是買便宜了 然後 未來的買賣 都以這個價格為基準的時候 它要上要下 它可以真的彈性到說 讓你完成打房的 這樣的目標嗎 我也認為 之間的邏輯並不成立 之間的因果之間的邏輯 並不成立 所以當時最重要的還是 個人財產的這種資訊 要一個法條寫下去 把全民所有你的家產當中的 這個部分 就強迫 未來要 要 未來要全部塑集既往 這個太可怕 我只能夠用說太可怕 會有很多人民覺得這個太可怕 所以我們認為時機不成熟 所以其實這個在 送行政院院會之前 我就表達反對的意見 我現在意見也沒改 那至於說地政事責任這個 其實看原來的制度它是這樣 義務人跟權利人 完全不需要作為辦理登記的人 的主體 我買房子 我買賣房子 你不必須登記 只要你委託地政事以後 就是它的責任的 所以你讓買賣雙方完全 自然之外於責任之外 如果他們共同所提供的資訊 讓這個地政事去承擔那個責任 這個本身的制度架構的本身 我是認為有結構性的缺陷在那裡 那現在的制度是把它改成 買賣雙方必須同時一起去申報 這個反而才更有助於我們的實價登錄更真實 你們兩個人要共同去登錄 共同去申報 這不是一個更好的合理的 更要求接受真實 這個責任你們兩個一起付 登錄的責任你們兩個一起去 是要他們合併兩個人一起去登錄 我認為這是一個更好的制度 好 謝謝 市長我跟您請教幾個問題 就第一個地政事的部分 剛討論到一半 那看起來我們現在的版本 跟時代力量也接近了 所以地政事應該是 算是跟您的剛講法一致嘛 所以可以先確認一下 第二個部分是門牌的實價登錄的部分 其實在都會區的看法 那跟在我們 跟鄉下可能就比較不一樣 鎮腳就比較透天的 所以如果是我的選區都有啦 十分鐘之內可以到那種 二十幾層樓的那個大樓 到鎮腳又在進產的那種都有啦 所以如果到門牌的時候 的確是要顧慮到說 到底我們這個 現實上面台灣的國人能不能接受 他們家的這個門牌 比較開心心的 台灣到現在中了樂透可能上千人了 沒有一個人被拍照 沒有一個人願意出來 那就是大家對於這個財產的觀念是不一樣的嘛 所以如果今天社會還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你用買賣雙方的權利人 讓他去實價登錄 然後你到門牌的時候 那這個到底國人能不能接受 就說我很懷疑啦 而且會變成說 你給我點名做記號之後 然後到時候不要說來借錢幹嘛 就說喔你這裡真的有錢 或者人家搬來都市生活 想要到鄉下去退休 結果一登錄之後說喔你這裡有錢人 還是說這個買的很低 然後破壞我們的價格都有可能嘛 所以是不是門牌的實價登錄 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那這個這個是不是大家 大家在猜測的這個狀況 是不是會發生 但是如果你用大範圍的30號 為一個區間 那是不是會造成那種 對行情不透明的影響 這是兩個的取捨啦 那次長你覺得會不會 就是三十號一個區間的價格 到底會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或是你可以縮成20號 這第一個跟你請教一下 那次長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這個今天本來是指 處理地政事的事情啦 因為這個是這個法案啦 你再處理到其他的法案喔 是跟 好來 來 黃委員 黃委員講完我們再請 內政部回應一下 再曾委員 好來 恩 岩洋 對不起喔 我沒有辦法認同 今天只是處理地政事的事情 今天在形勢上面 只會搞到好像處理地政事的事情 完全就是因為 被招委在排案的時候 在打假球 這個詞好像很刺耳 不是我說的 公民團體講的 這不是委員個人的行為 這是政府在打假球 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 民眾能不能夠接受 真正核心的問題是建商能不能夠接受吧 怎麼在選舉以前 在開支票的時候 在做承諾的時候 都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 公開跟所有的選民講 跟所有的年輕人講 我支持十加登錄2.0 就是要讓交易資訊透明化才能落實公平 選舉要跟年輕人要票的時候 講得正正有詞啊 承諾書都簽了 真的掌握權力的時候 說台灣社會還沒走到那一步啊 一般民眾沒有辦法接受啊 到今年2月的時候 都是建商跳出來啊 整個發展的背景 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我覺得不會同意喔 說今天只是在處理地震室的事情 把它簡化 畫約貶低到 只是在處理地震室的責任 那十加登錄2.0在哪裡 港委員說啊 沒有策案啊 我們的行政院的案子還掛在那裡啊 我們接下來慢慢討論 慢慢研議啊 現在是2019年的6月快要7月了耶 這一屆的國會不完成 要再把它當2020的選舉政見嗎 要2020的時候再騙一次嗎 在2020的時候再告訴年輕人 說我們要推動十加登錄2.0 聽得下去嗎 2月喔 行政院的消息剛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證實是不是真的會轉彎啊 我歡迎大家上去看一下年輕人的反應是什麼 大家已經憤怒快要爆炸了 今年我在委員會問徐國勇部長 他還在迴避啊 他的說詞跟今天 花次長的說詞完全不一樣 他的說詞是 我沒有改變啊 我案子沒有策啊 我案子還在啊 不排審是立法委員的責任啊 打假球打到這麼難看 那我們今天在禮拜五 法官法處理到一半的時候來進行這個協商 我要請教院長的是 是不是打算 等一下就趁著禮拜五 法官法結束完了以後 月黑風高強行表決 讓大家沒有時間來不及反應 通過這個打假球版的實價登錄0.5 通過這個背棄對於選民的承諾 騙年輕人的實價登錄2.5 接下來的議程安排是什麼 來 這個黃委員 今天不處理下個禮拜一也會處理 這個是在議程裡面的嘛 所以我們都是照議程的順序來處理協商喔 我們沒有把後面調到前面來 來怎麼樣 如果是按照議程處理的話 我們剛剛不是在處理法官法嗎 對所以 為什麼中間突然插了一個這個協商 所以嘛齁 所以我們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對 我單純的請教院長 因為我今天如果沒有學商 下禮拜一 一樣 都要學商 所以 我們 就找個時間來 學商 然後 法官法 結束之後 如果有空檔 我們就一樣可以來處理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 今天下午沒有處理 禮拜一上午還是一樣要處理 那就星期一上午再來處理 也沒有關係 你要給社會有反應的時間嘛 因為明天是禮拜六禮拜天嘛 兩天都放假 就讓一個週末 讓 大家都很關心民意啊 大家都很關心台灣人能不能夠接受啊 如果行政院這麼有把握 說其實台灣人都不太能夠接受這個 今天 開始讓大家 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有一個週末的時間去沉澱 原來我們當初這些候選人 跟我們做這些承諾的時候 開這些政見的時候 他自己都還沒有想清楚 然後現在突然發現不對了 要來一個法夾彎大轉彎 我們利用一個週末的時間 讓大家思考沉澱 把民意反映出來嘛 可以啦 行期一再來處理嘛 好來請曾委員再請柯委員來 好 好謝謝主席 蔡總統在上次大選的時候 也就在2015 12月30號的時候 他曾公開講 我要讓不動產市場更加公開透明 那行政院版本竟然提出來包括一塑屋 包括介入完整的門牌 包括政府要有查核權 那依照相關的統計資料 有八成的消費者支持實價登陸 必須滿門牌 完整登陸 另外一塑屋的部分更高 高達百分之九一四的消費者 支持一塑屋的價格 必須及時揭露 那表示行政院拿出來的版本是對的啊 那為什麼 現在不敢推 那剛剛 幾位民進黨的委員 還掰得頭頭是道 不過有點自打嘴巴就是啊 所以我希望 能夠相關的疑義 能夠講清楚 這個 針對 平均地權條例 大家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客人有沒有 來 你剛才有幾首 不過很冷靜的看房間 在很生氣的樣子 這是一貫的 我們表情沒有關係 這個問題 我們要回到一個原點 說今天沒才能處理 要讓它沉澱 事實上你在委員會執行 包括你在 你臉書上一直罵手 這個已經 已經擴散很大了 沒差兩天啦 這個東西不是 這是我們今天排 最主要 這是第二次宴會的 但是為什麼搞到第三次 因為 當然 工程管理輔導法 以法工法 壓縮 壓縮到嘛 法工法今天下午 只要能夠處理完畢 我們都很希望 接下來工程會主持法 能夠處理啊 接下來當然 就是 這個民進行條例 這是我們的議程 常常安排 和這個什麼要擴散 沒有關係 通過以後 你要罵還有很多機會 你永遠會罵 因為每一個人 都要對自己的政策來負責 至於 這個 無所謂什麼 農業敗的敗 這個表決就是 大家要表決一個程序 這三條而已嘛 當然一定要草仔香 一定要草仔香 對不對 當然要談清楚嘛 政策選擇當然是 這是一種政策選擇嘛 要用什麼方式來達到我們的 我們的目標 當然這個有方法嘛 我們 我剛才特別問一下 到底小英怎麼講 怎麼二點幾乎二點零 沒有講到這個名詞吧 他是讓他自己透明化嘛 這個 工程委員 我們還講啦 2011年的時候 要實價登入 那時候 所有前台灣電商 包括 所有的相關 相關 產業 都反彈是大 但是呢 還是一直走下去 那要不然 總統先以前 就 就已經走到實價登入 每一個人都知道 實價登入以後 就是到底到了 實價課稅了 台灣的房地產 從此 面對一個 新的 新的冷凍期 從那時候開始 台灣的房地產 一直走下坡 但我們都知道 產業的發展 房地產是一個農頭產業 它有造成成縮效應 當然我們一方面 也了解到 這個房價問題 要打房 台灣現在 我們一定要讓它透明化 事實上 就是讓它交易價格合理化 現在 現在 這個不是唯一的政策工具 說要打房的工具 現在房地產已經走下坡了 其實事實上 在建立它 它的工期早就失調了 不然我們就不會再打個動物處 尤其可能 超過一間以上 所以 房地產 是實際 供需 供需平衡的問題 最好 房地產政策就是說 不會暴起 也不會暴露 那 穩定中 在何以方 為 這是省黨的 張家 這個才是 整個國家的政策 不管任何人執政 都是要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不是要其他話 就是說 要 透明到每一戶 然後 要說幾句吧 OK 當然 小英講的 我剛剛問一下 就是要 透明化 資訊透明 那現在 這個 過去在國民黨執政時期 都噴到了 也就是說 要去 要去激怒的時候 後來 所有的 不管葉子 或是很多 一般老百姓 都覺得有疑慮 所以 尤其 四七 是 七四北化 然後七四北化 那時候是念念部 部長 我知道 很多人去抗爭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然後 後來 之後 比較奇怪性的 那 你目前 我 了解 不知道對不對 然後 撒草猴子也七塊 那我們 透明化 我們可以把它 收到 十五十嘛 慢慢走上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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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整個 整個 整個 它毅力以及衝擊 這不是在真的選擇上 不必考慮的啊 不是說這樣 一下子都要極致 然後回 授雲劇房 黃毅產 黃毅產已經是 坦白講 已經 已經 走到 熊市了 工具完全失調了 我常常說 現在很多人說 黃毅產有什麼好手指 他 因為 工具完全 就說 大家有出爐嗎 賬價的可能性 不高了 所以 變成 他是一個 台灣總統裡面 我們很多人 大家要一間房 我們總統裡面 是這樣 美國人都要政府就好 人家都要一間房 所以我看 這個 所以這個 我是覺得 今天在這裡 在 在正面下 我們不是在開下面 真正的選擇 本案 行政的原條還在 那實際上 有他 把 那個行政的版本 這個在這一次 一片解決 我會尊重 我會尊重 他把它全部翻過來 那 接下來是什麼 接下來 既然我們版本 提出來的話 我們也有的 考量 先解決最齊的部分 這樣 那一部分 包括你要投票的話 你可以逐漸 左唱 包括一些語力 這不是不可以討論 也不是在 說 閃避什麼 騙年輕人 不要拿這種東西 老是這樣的講法 每一張選票 都是選票 那我們對年輕人的 基督爭議 難道我們政策率 首先只有這個嗎 我相信 相信我們內政部 我們也在做 做 做做做做 做任市長條例的一頭通過 我們很多政策公司 都同時在併進的 政策 政策 我們很誠懇 我們公共的小委居 各黨為政策的負責 只能這樣而已 好 彼此很難說服 我想我們很難有共識 我們本來兩點半就要開院會 我們現在就 講到這 好讓你講我們就結束 來 請 大家都知道 下去表決結果會是什麼 我心裡也知道 我要求的很卑微 我要求的很卑微 不要在今天處理 今天完成法官法工程會的勝利 我百分之百支持 沒有問題 但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要趕著 在今天禮拜五下班以前 開火車這樣子給他撵過去 我很誠懇 而且我拜託 我贊成 慎重考慮這一個建議 我先把話講清楚 我很誠懇的拜託大家 慎重考慮這個建議 法官法 工程法 今天完成三讀 我全力支持 沒有問題 我不會杯葛這個法案 但是 我今天 要對 做出承諾的年輕人負責任 我不可能下去 就舉舉手 輸了就算了 第二個 不好意思 我話可以講完嗎 那要怎麼樣是我的事嗎 那你要怎麼樣 那我們就要怎麼樣 好啊 沒有關係嘛 你們人多勢眾 要怎麼樣都可以嘛 沒有關係嘛 社會有公平嘛 可以嘛 繼續講來 那你要仗著你們人多勢眾 要怎麼樣 就怎麼樣 怎麼樣都是我們贏 沒有關係啊 我尊重嘛 繼續講話來 繼續發言來 第二個 不動產 其實價格在下滑 供需失調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看法 有很多人聽到這樣子的話 心會很痛 怎麼跟當初說的都不一樣 原來高房價在我國已經不是問題了 現在的問題是價格下滑工具失調 高房價已經不是問題了 以後蔡總統也不用再談什麼 年輕人有面對高房價的痛苦 哪有什麼痛苦 現在已經價格下滑工具失調了 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建商活不活的下去 第二個 蔡總統沒有承諾要實價登錄2.0 他只有承諾要透明化 好啦 你如果今天要凹成這個樣子 我也算是服了啦 政客的語言真的是厲害 我只說要透明化 我沒有說要實價登錄2.0 而我所謂的透明化就是什麼 免除地震室的責任 沒有別的了 然後這個叫不動產 市場價格要透明化 那已經不是可笑的問題啊 那個是心痛的問題啊 第三個 蘇貞昌院長 你去年簽的承諾是什麼 是你當選新北市長才算數 沒當選新北市長就不算數嗎 當初奧爾斯的朋友 為了要讓你有機會闡釋 你對於居住正義 對於年輕人未來的看法 還幫你辦了一個座談會 讓你講得頭頭是道 許諾這些年輕人 我要給你們居住正義啊 實價登錄2.0我一定支持啊 怎麼當上行政院長了以後 跟建商座談完 髮夾彎180度彎成這個樣子 社會反彈壓力很大 80%以上的消費者支持 好 那這樣是在什麼 心裡面 明明就知道是建商反彈 嘴巴講出來還說要台灣人民不能夠接受 到底是建商不能接受還是台灣人民不能接受 大家要不要拿數據出來看 好 謝謝 來 換來的王委員 來 王委員 我也要在這裡跟所有聽到剛剛 黃國昌委員定義我們今天這一場修法 的所有的朋友說 我不接受黃委員的這個定義 為什麼呢 民進黨把相關法案當中 我們認為 政黨之間可以比較有共識 而且 制度的變革 是往真實的實價登錄的方向來走的條文 優先的拿出來處理 我要說的是 民進黨的版本跟時代力量的版本 就這個部分 一模一樣 時代力量的版本的主張 跟我們今天張宏路委員 他所提的提案 實價登錄從 權力人跟義務人完全擺脫責任 他們雙方可以完全沒有責任 他們雙方怎麼樣私底下去搞沒關係 反正責任都不是他們兩個人的 變成 買賣雙方 兩個人必須一起去申報 這個價格 確保他百分之百是實價 制度是這樣改的 我們的版本重點是在這裡 你們就只去看到說 哇你們在替地正式撇清責任 可是沒有想到說原來的 制度是高度的不合理 原來的制度是讓買賣雙方百分之百 擺脫實價登錄的責任 然後呢 讓買賣雙方改成 要一起去申報 讓這個價格可以百分之百的實價 這個符合小英總統的政見 我要讓房屋的價格真實 而且要根據真實的價格來欲課稅 所以當這個版本是兩個政黨都一樣的時候 卻被黃國昌委員定義成這是一個邪惡的修法 這個我無法理解啊 原因只不過是 我們在眾多修法的內容當中 還有其他的修法 這一次沒有一起修 就被打成說這個修法是邪惡的 因為這個修法版本也是你們的啊 你想要今天修更多 但是問題是那個部分還沒有共識 那個部分還沒有共識 但是他也沒有被打死 就定義成這樣 我們在論證的時候 當我們在論證的時候 我們所使用的都是這麼樣的 犯道德跟犯政治的語言的時候 大家怎麼去 去讓台灣的政治的發展 朝向一個更理性的 的論辯的這一條道路上去行走 時代力量的版本跟民進黨的版本一模一樣啊 這不是口才 我說的是事實啊 好啦 我看今天再怎麼講也沒有結論啦 院長這樣好不好 早上我也問你 你也說處理到第二案嘛 我們是不是今天就處理到第二案 因為關於這案其實 顯然大家有不同意見 其實下禮拜一再繼續 早上再繼續開協商 我們沒有在開協商 今天就協商高於段落了 這個買賣雙方 那你其他案子也不協商嗎 院長他們一直抹黑我們 對啊 那就跟其他案子 他們一直抹黑我們 說這個修法是因為建商很大 可是這個買賣雙方 我們黨也同意說下禮拜一再處理 那你禮拜一早上 你在開其他案子的協商也把它納進來嗎 禮拜一就開始處理了啦 沒有 這個協商已經結束了 因為這個不會有共識 看看剛才的氣氛怎麼會有共識 沒有共識我們就 就是沒有共識嘛 我們就送院會處理 這沒辦法啦 其實行政業有版本 那民進黨的招委不排審 那把其中的一個部分 其實你要修這個部分 我也贊成 但是 對啊 但是比如說 像政府要有朝鮮 這裡沒有這種重大爭議 你也可以放進來喔 那個在另外的法條嗎 找另外的法條修嘛 你根本沒那麼急嘛 這根本沒那麼急嘛 你們就是要就湊出來 其實這答案很清楚啦 剛剛柯建民總長講了啦 現在不動談景氣不好 他不敢推啦 不想推啦 講的偷偷是道 打到口台那麼好 講的跟真的一樣 把我們在這裡齁 一直互相 來來 我說一個最好啦 我不希望扣住某一句話 我是把這個邏輯上 大家想清楚 整個住宅政策 整個民進黨政府在推動 包括社會住宅 住宅住宅條例 等等 還有問問條例等等 這個 第一個要把工業面 能夠再增加 讓年輕人 讓房地產能壓下來 讓年輕人能夠 買到更便宜的房子 他沒有 沒有能力買房子的話 因為輕人追擊 他現在 沒有辦法的話 我們用社會住宅來供應 所以他還有都跟中心嘛 所以我們要看整個政策面 不是看一個點 那黃議長現在坦白講 過去那不合理已經完全打破 因為實際要登陸了 實際要登陸了 那現在要做的最極致當然都是 讓我們買號碼啦 那這個是政策的選擇 這個是要什麼時候推到這個程度 那我們現在 認為最極的還是 這個有關於買賣責任的問題嘛 有關於第一的是 以及不同的經濟業者的問題 我們要解決 剛剛黃碧委也講很懇懇 包括今天推這個法案的時候 我們內部也有不同的爭辯 坦白講這個是一樣的 對是一樣的 那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用 用強制表決把它弄過去 這個問題黃碧忠已經講很久 我不知道他邏輯說 還要再發酵沈澱 是不是要立即再操作 我不知道他要幹什麼 熱黨在立法院的表決 都是要面對的 要面對人民的看法 面對評判的 這本來就是要負責的 那我們認為最急的是 我這部分 此時此刻我們要趕快 趕快處理 這是 一個 一個我們的做法 啊到底後來 未來這個法案還在立法院嘛 當然會再談嘛 而且 你真的 蔡英雄講的是 自信脫免化 脫免化也可以 把現在的區塊再 再往 弄狹窄一點 所以 我認為 不要說 用扣住某人去換的話 要去抹黑再做 永遠 立法院在搞這個 都是 我是覺得 立法院 此時此刻的 一個環境 是一個非常 非常惡劣的 這是不好 當然彼此要 在政治上去攻防 沒有關係 當然不要刻意抹黑操作 等等 這是 我認為這個是應該大家 有一個 基本的那個 分寸的存在 好 我們這個 平均地權條例 這個 各黨團 都有各自的立場 那 我們 就 在我們的 議程的第四案 就送 願會處理 好 上會 在這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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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